将芋筹与高炳结合 创造出全台第一颗芋头酥的无冲潮 一场家庭革命让他另起炉灶再创新品牌 他如何走过人生低潮拼出8000万年营收 做包包将近40年的郑林珠 原本只是个贸易公司的小秘书 他如何从默默无闻的打工族 成为业界知名的代包女王 创下每年卖出4万个休闲包的亮眼成绩 请锁定本周日的台湾真善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